小时候就听过女巫抓小孩的故事 那么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抓小孩吗 不一定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吧 带着这个疑问 本期星君就给大家介绍一部女巫类型的童话电影 女巫猎人 故事开始于一片树林 这里住着一家四孔 这天深夜 父亲轰轰张张的把兄妹俩拉到了树林深处 让他们在这里等着 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然而兄妹俩等了一夜 都没等到父亲 只能起身回家 结果走着走着却迷了路 看见了一栋漂亮的小屋 五颜六色的 于是立刻跑过去呼救 敲了一会儿门后又发现 这栋小屋的墙上竟然全是糖果 兄妹俩毕竟是小孩子 对糖果没有认可的抵抗力 立刻大口吃了起来 这时候门自己打开了 走进去后才发现这是个陷阱 里面住着一位专吃孩子的老巫婆 但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紧急着老巫婆又逼迫男孩吃下了很多糖果 并让女孩生活 要将男孩烤了吃了 幸亏小女孩比较机智 悄悄用一根钉子解开了镣铐 老巫婆发现后 立刻对她施展了法术 结果却不起作用 当时就惊呆了 女孩则趁机拿刀宠了上去 然后快速割开哥哥手上的绳子 最终兄妹俩合力将老巫婆送到了火炉里 从而烧死了她 通过这件事 他们还发现 自己天生就拥有不怕巫术的能力 于是便走上了女巫烈人这条路 转转多地 杀了很多女巫的同时 也解救了很多孩子 成了大英雄 不过自从男主从老巫婆那里 吃了大量的糖果后 就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 每隔一段时间 都需要注射胰岛素 否则就会出现休克 甚至死亡 多年以后 两人受一位镇长的雇佣 来到了一个偏远小镇 因为镇上最近失踪了很多孩子 不用猜也知道 一定是被女巫给抓走了 两人刚一到达 就解救了一位红花妹子 小镇的警长认为 她是女巫 并当众烧死她 但男主却说她不是 并给大家科普了起来 女巫一般是藏不住的 因为她们跟普通人长得不一样 样貌丑陋 皮肤溃烂 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所以这个红花妹绝对不是女巫 警长不服气 被女主一头顶了出去 鲜血直流 而通过这件事 红花妹子还看上了男主 由于天色尚早 兄妹俩便在镇长的指示下 来到了一栋林中小屋 找到了一位女巫 双方话不多说 直接开打 此时的我们才知道 本片中的女巫不仅会巫术 还能像哈利波特里的人物一样 骑着棍子飞行 嗖的一下就飞了出去 不过兄妹俩混了这么多年 也不是浪得虚名 很快就制服了她 一番审问之后 虽然没问出失踪孩子的下落 但却拿到了一张图纸 上面标注了一个日期 雪月之夜 是女巫们的圣夜 三年之后就到了 男主则认为 最近孩子失踪 以及女巫活动频繁 肯定跟这个雪月有关系 镇长也感觉此事重大 便叫来了一位熟悉树林的长发男 协助两人 另一边 警长为了抢先一步 救回那些失踪的孩子 从而挽回自己的颜面 也雇佣了四名猎人 并让他们大晚上去 女巫的地盘搜救 但这四名猎人 不同于兄妹俩 只是普通的赏金猎人 而不是女巫猎人 他们一去 还碰上了女巫中的老大 非常的倒霉 这个老大不仅巫术高超 还能在人恋 以及女巫脸间随意变换 猎人们哪能置对手 瞬间被干掉三人 剩下的一人 则被施了巫术 疯狂的吃起了地上的蛆虫 于从时 一名狂热的男粉丝 主动凑上前来 他竟然把兄妹俩 从小到大 杀女巫的新闻 做成了一本书 整整一后本 兄妹俩看到后 当时就骄傲了 这个朋友交进了 并开始回答他的问题 男粉丝问 杀死女巫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男主答 砍头 挖心脏 铺皮都可以 但最保险的办法 还是用火烧 男粉丝又问 女巫真的杀不死你们吗 男主答 那是谣言 我们只是不怕巫术 还是有可能被杀死的 就在此时 那名吃驱的猎人 走进了酒馆 说女巫老大 让他烧个信 说完便自爆身亡 不仅见了在场 所有人一身心 还撒了一地的蛆虫 女主则说 这叫饥饿蛆虫诅咒 另一面的偏远山洞中 女巫老大 正与两名手下 商量着某个邪恶计划 那些失踪的孩子 就被抓到了这里 其中一人 还被拿来做了实验 一名女巫手下 喝了他的血液后 竟然不怕火了 但仅能维持几秒钟 女巫老大子说 我有办法 让咱们永远不怕火 到时候就能所向无敌了 可显然 他没有吹牛 这一切都跟雪月之夜有关 隔天 兄妹俩又试剂 抓住了一名女巫 并将她带到了警局 一番拷问后 女巫说出了 他们抓孩子的原因 原来他们要在雪月之夜 祭祀六队同男同女 共12人 而且这12人的生日 必须占全12个月 目前还差一个 出生在4月的女孩 男主赶紧找警长 要出生记录 一查发现 小镇上只有一个 出生在4月的女孩 于是赶紧往那边赶 与此同时 女巫老大已经带着 另一名手下飞了过来 大手一挥 便引爆了一栋房子 手下则趁机 溜进了女孩的家 打倒几名家人后 便抓走了小女孩 并让一名巨魔带回去 巨魔则将小女孩 装进笼子里 开始往回赶 男主试图阻止 却遭到了女巫手下的袭击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证明女巫的实力明显不行 被戳下了一只眼睛 只能骑上棍子 仓皇逃命 男主使劲拽住棍子一头 也跟着飞上了天空 但没过多久 就被一脚踹了下来 那边的女巫老大 则闯入了监狱中 她的实力确实是强 轻松就打倒了长发男 并将女主掐到了半空中 但并没有直接杀掉女主 而是要留到血液之夜在杀 似乎女主身上 有她需要的东西 长发男则趁机爬起来 开了几枪 女老大一把将女主扔出窗户 开始对付长发男略施法术 便爆了她的头 不过长发男并没有白死 那名狂热男粉丝照机会 救走了女主 转过天 从旁路过的红发女 救下了被筛伤的男主 并带她抛起了温泉 说这对伤口愈合有作用 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另一边 女主从昏迷中醒来后 也来到树林寻找哥哥 但却不小心中了警长私人的陷阱 由于没有防备 再加上对方人多 很快就被制服了 警长揍了她一顿后 还起了邪念 让手下撕扯起了她的衣服 那个巨怪正巧在旁边吃野猪肉 她都看不下去了 疯狂地冲出了森林 两棍子打死了三人 一拳捶爆一人的头 又一脚踩死了警长 并将女主抱到了一处悬崖处疗伤 女主问她为什么要救自己 巨怪则说 我只为女巫服务 另一边 男主告别红发女后 便打算回到镇上找妹妹 结果走着走着 却来到了儿时的木屋 女主也在这里 两人还意外从地下室 发现了一个女巫巢穴 判断出她们的母亲必定是个女巫 不过应该是那种善良的白女巫 跟老大这种黑女巫正好相反 就在此时 女巫老大再次杀了过来 这次她并没有直接发动袭击 而是先讲了讲她们母亲的故事 在讲之前 又顺带地解释了下雪月之夜 雪月之夜及女巫们的圣意 这个在先前我们都知道了 相传 只要在那一天喝下一种魔药 就能让女巫不怕火 而要炼制这种魔药 除了需要12个同男同女外 还需要伟大白女巫的心脏 但兄妹俩的母亲 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白女巫 女巫老大自知不是对手 便将目标对准了女主 并在雪月之夜来临之际 煽动村民 找她们家的麻烦 母亲感觉情况不妙 才让丈夫将兄妹俩藏了起来 自己留在了家中 由于她这种白女巫 不会对普通人施展法术 很快就被抓了起来 而无知的村民 不仅烧死了她 还吊死了她的丈夫 兄妹俩听完愤怒极了 立刻发动了袭击 但他们哪能是对手 男主被捅了两刀子 掉进了地下室中 而女巫老大则抓走了女主 展过天 胡发妹子再次救了重伤的男主 一晚上的时间 就治好了她肚子上的伤口 这三番两次的失救 男主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这红发妹子 也是个白女巫 该从地下室 找到了兄妹俩母亲 留下的魔法秘籍 上面记载了很多法术 其中就包括 解除黑女巫防御罩的办法 红发妹子则根据指示 对一瓶酒精失了咒语 然后又把酒精 撒到了男主的武器上 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 三人立刻出发 于此同时 这晚正是雪月之一 女巫老大要拿重男重女 以及女主的心脏炼制魔药 以获得不怕火的能力 众多女巫一听 用魔药匹合 纷纷从四面八方改了过来 男主的计划是这样的 自己先将女巫们改到一起 然后让红发妹 从悬崖上发动袭击 交代完后 便走到了女巫们的面前 由于女巫老大着急炼药 便吩咐一名手下 快速解决他 结果接着就被一枪爆了头 看来咒语是管用的 其他女巫瞬间蒙了 而红发妹子趁机 举枪扫射了起来 女巫们沦为了瓮中之鳖 两人合力将他们 打得爆头疏散 女巫老大还没有放弃 吩咐另一名手下 去抓孩子 自己去挖心脏 结果没过多久 这名手下就被男主爆了头 女巫老大这边也不顺利 被那名巨魔一拳打背 他立刻展开了爆破 又将巨魔丢下了悬崖 这时候雪月之夜结束 天亮了起来 女巫老大眼看大势已去 只能跟随仅剩的 几名女巫逃命 但飞着飞着 却中了陷阱 几名女巫瞬间被大戏八块 女巫老大虽然侥幸逃脱 但却被躲在一旁的男粉丝 一枪拘了下来 另一边的男主巨人 则奋斗行动 女主去拯救巨魔 剩下的人 都朝女巫老大这边追了上来 追着追着 他们竟然来到了 那栋糖果小屋面前 还真是巧了 就在此时 女巫老大突然发动了突袭 打倒红发妹后 又挟持了男粉丝 要男主放下枪 男主右手放下枪 左手掏出枪 一枪打中男粉丝的肩膀 又一枪打中了女巫老大 但接着她就被打倒在地 就在此时 红发妹子也勇敢地拿起了魔杖 击中了女巫老大的脖子 但她毕竟没有经验 接着也被打倒在地 还被捅了一刀子 最终死在了男主的怀里 此时 女主赶了过来 兄妹俩开始合力大战女巫老大 由于女巫老大之前受了重伤 实力大减 很快就被男主用铁链勒住脖子 挂了起来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男主却突发糖尿病 体力不支 女主现状赶紧给她打了一针 女巫老大则趁机挣脱束缚 又冲了上来 这一次 男主没再浪费机会 一铁仙将她打倒在地 并将铁仙架到了她的脖子上 女主则趁机踹了一脚 将她切了个伸手一处 出门时 女主还捡起了她的魔杖 这明显是在为续集做铺垫 而那名男粉丝以及剧魔 则都加入了两人的队伍 此人继续踏上猎杀女巫的路 本片上映于2013年 由杰瑞米雷娜 携手几位漂亮的女演员主演 女演员们就不介绍了 不是特别的出名 杰瑞米雷娜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 不认识至少也脸熟 因为漫威蝶中蝶 甚至《敌影虫虫》等大片里都有她 至于本片的剧情与质量 我是不想过多的评价 不能说烂片 一般般吧 但有一点得说一下 那就是这部电影 绝对不是拍给小孩子看的 里面充斥着血浆报仇等场面 属于二级童话电影 最后呢 喜欢听新讲故事的 也没忘了小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